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2年6月12日 这个明天是我被批捕的日子 今天呢我们看到呢 这个廊坊市的广阳区检察院 已经把唐山烧烤店的这几位落网的人 迅速的批捕了 我相信的下一步呢还会有其他的人 尤其是这个攻击法系统之内的保护伞 也有可能呢会被接出来 我们现在也是 我看这两天的情形呢 也越来越像是这个黑恶的案件了 应该是这样 确实是令人非常愤怒 我们接着听老虎读书 我还读呢这个张思之先生口述 孙国栋整理的行者思织 2015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增定本 刚才我们读过的是第九章 劳动改造15春的上半部分 是整个的算是我 我这个油管上的第17段 那现在呢我们读第18段 算是劳动改造15春的下半部分 大概也需要20分钟左右吧 希望大家能够有耐心 能够停下来 上面讲的是这个30亩地的稻子 在即将熟了的时候呢 被整个挖起来 然后密植到一亩田里面 然后用这个呢 来这个放高产的水稻高产的卫星 这个大跃进呢 确实是 确实是不光是一个劳民伤财的问题 它跟后面的这个三四千万元饿死 是有直接关系的 下面我们接着读下半部分 劳动之余 如想去南口镇上逛逛 采购点生活必需品 必须持正当理由请假 但十次有几次不批准 偶尔批准一次 到了镇上会喝上二两老白肝 这得设法避开同去干部的监督 实在没法子时 也只好破费请他一块喝两杯 这些人大都欣然接受 在飘飘悠悠的状态下 谁还记得什么 敌我阶级阶级阵线 老天子 老天子朱金涛 满腹经伦 文字很好 后来在绿邪研究室 帮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五年前 朋友们给我祝贺职业五十年 他听到后听到消息之后就赶来了 当年他到南口镇上喝一杯老酒回来 会当着我们的面来上一句戏曲台词 这二两白肝酒真叫有劲 唱者茫茫 闻者七七 由于去镇上闲逛机会难得 不免替人代购或代办事务 这当然也要避开监督者的耳目 有件事我玩的闲 原宣武区委宣传部长余志祥 清华地下党 因与区委书记不合 四清中被撤职 安了个罪名 下放南口改造 因都是学生出身 我们相处挺好 一次我去南口 他给了我一个小条 说 请尽量设法给我家发个电报 让他们给我发个电报来 实在有困难别勉强 条子除地址外 正文七个字 女儿难产 忘速归 我在镇上小店买下美酒 对同学的干部说 上个厕所 马上就来 你先喝着 随即以最快速度发出了电报 于志祥因而得已 请假一个月 躲过了一段劳改灾难 我们从此成为互相信赖的挚友 身交至今 我当年恋着打了两年太极 就是他教的 劳动时 当然有监工干部 至于管理 主要是开批判会 斗争会 个别时候 美其名曰 总结会 偶尔也称生活会 总之 中共的制人数 在这种劳改场所 也有其完整的体现 尽管你白天干活 累得要死 晚上还必须分出一定的时间 开各种会 几乎每个人都得检讨 比如说 别人一次拉四块兵 你为什么只拿两块 得谈思想 还要挖根源 如此这般 不出谎话 不出假话 谎话 才怪呢 最精彩的是 从日常生活中提炼问题 拉扯到政治上 往死里扔 前面说过 周奎正跟我同病 爱发议论 心里藏不住话 什么都讲 那年各地都在胡吹 什么母产几万斤 大跃进 周说几万斤 放在麻袋里 得装多少袋 得落多高啊 一亩地够放吗 有人听到 如获至宝 马上打小报告 指周散步反动言论 批斗不说 还无限上纲 构成反革命 得把反革命分子周奎正揪出来 周慌了神 一天 他把我拉到一边说 死之 这回成了反革命 是真完了 我把后事跟你说说 我说 你听他们瞎嚷嚷 现行反革命 哪那么好当 他说 哎呀 你这 这你就不如我了 之所以敢用 现行反革命 批斗你 这至少 得经区委一级 组织 正式批准 区委批了 还跑得了吗 我说 你真让人给整晕了 这帮人 什么喜好不敢当 甭听他们那个 后来证明我说的对 就是这帮人胡闹 瞎喜哄 开了几次批斗会 也就过去了 不过 人的秉性 真是难移 没过多久 他老兄 那随意说话的毛病 就又犯了 应了那句 好了伤疤 忘了疼 有一天 他对我说 看来 陈老弟 又缺材料 打小报告了 某文 你怎么知道 他说 陈又来找我聊天 想套话 我说 你不会不跟他聊 我就是见骨头 憋不住 我说 那你活该 这地方我插一句 我小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这个养父呢 是四类分子 我们在鸾县县城里边住 我应该还没有上小学 大概呢 这个 全街道 这个全大队的 所有的四类分子 有十几个 二十个 然后有地主 有富农 有小业主 有坏分子 有军统特务 有汉奸 是吧 这个是我知道的 有一个呢 是我一个同学 小伙伴 马永利的爷爷 叫马明兰 他是在我们那个街道上 他的差事 是掏大粪 挑着两个粪桶 一个粪手 每天呢 挨家挨户的 谋房呢 来把大粪 掏出来之后呢 放到生产队的 整个的一个粪池子里 然后积肥呢 去种地 是这么一个情形 算是搞环卫吧 搞环卫 然后他呢 因为是特务 我不知道呢 是日本特务 还是蒋 蒋 蒋匪特务了 我们那个时候就说 别人骂我的时候呢 说我爸是四类 那我觉得有些气短 但是过后也会忘 骂他呢 说他爷爷是汉奸 而是特务 他会说呢 这个又不是他爸爸 是吧 是他爷爷隔着一辈呢 他爷爷怎么样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说 不像普世强 他爸爸就是四类 是吧 他比我可反动多了 他会往我身上推 往我身上呢 把这个骑士或者说 批斗的这种 小伙伴之间的目光 来向我身上引流 那么我要说的是呢 当时呢 这个村里 就是那个街道上 开大会 批斗 前面有人批斗 那我父亲这些人呢 这个十几二十个人 四类分子 就站在最远处 这个大礼堂的最远处 然后所有的人 垂手 速力 低头 照例呢 是要训他们一通 算是陪斗 但不是上台 平常 有时候呢 他们会到我们家 来开批斗会 来开批斗会呢 也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发言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家 开这个马明兰 就是这个我同学他爷爷的批斗会 还有人批他 为什么这个 说杂交高粱不好吃 色我们老家话呢 叫尸吧 是吧 这个不好吃到什么呢 杂交高粱连猪都不吃 喂牲口都不吃 那人吃味道不是更差吗 那么这些四类分子 一个个问他 什么时候说的 对谁说的 说这个什么意思 阶级的这个思想根源是什么 是不是攻击这个农业学大寨 是吧 这个属于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一样呢 是高产作物嘛 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记得呢 我们那个大队的支部书记 列席了这次批斗会 我在炕上坐着 我在炕上玩 我还小 那么这一群四类分子呢 就在家里面 那么马明兰呢 站在我家那个 那个柜子前头 他站着其他人在我们家的炕上坐着 好多人抽烟 屋子里熏得不得了 然后呢 这个大队书记叫汪兰 就是汪精卫那个汪 他叫汪兰 这个那时候应该有四十来岁 我记得他站起来 最后总结训这个马明兰 马明兰当时得有六十多岁 因为我要管他叫大的 管他叫大伯 他比我这个养父呢还大 那时候养父应该是五十多了 像我现在这个年纪 汪兰站着训他的时候呢 不光破口大骂 三四十岁的一个支部书记 骂这个老特务 骂的很难听 然后呢 我恍惚间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 原来呢 是汪兰呢 打了马明兰 一个特别响亮的耳光 那时候呢 也没感觉出 有什么不正常来 打的是别人 到我们家呢 是批判他 那么等到批判我这个养父的时候 可能就不在我家 就到别的四类分子家里面去做了 每个人都要表态 每个人都要表态 很激烈 这个我读过一本 这个我经历过的政治运动 是李锐等人这个汇编 有当时呢 这个劳改分子之间 是吧 反对批斗这个揭批这个反改造 是吧 从1957年到1960年到文革期间 那么都有这种情形 这些人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揭批 批斗 实际上也是非常凶狠的 是吧 虽然说都是同事 都是同志 都是同事天涯沦落人 但是为了表现自己好 一定要对他的这个 对他的同伴露出他的獠牙来 轻免獠牙 确实人性很可怕 人性很可怕 就像这个孙力军被抓 他的同事也要不断的对他去深挖一样 是吧 这种情形呢 我觉得确实不好 那么现在我接着读 这些生活中的知识节节 反映大陆知识分子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异常关系和特殊心态 有趣 可悲 也只有请陈图首先生问问天知否了 陈图首呢 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作家 他的写的这个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是这个专门讲这个什么 讲什么呢 是专门讲这个对知识分子的那种改造50年代呀什么这些 我呢在这个 喜马拉雅上整个把他的两本书读过 但是呢 被消耗了 现在没有了 这个是在我读牛鬼蛇神路之前就读的 读之前我跟陈图首先生打了招呼 我说可不可以我读 他允许了 我才读的 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 喜欢看他的东西 在当时那样的劳改制度统治下 谁都难免恐怖 人人自危 已达到难以理解的程度 我摘了右派帽子后 也混到下方干部这个地位了 虽然仍被视为摘帽右派 但有资格监督那些没摘帽子的右派了 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张启尧 浙江金华人四清运动一开始 他急于摘帽子 有天找到我 说要向组织交代问题 他这种组织的称谓 有点类似犯人在狱中称警员为政府 我说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问题随时可以讲 如果要紧 等大家睡觉后 咱俩找个地方聊聊 他说要紧 当天晚上 我约他到小机器房 席地而坐 听他交代 我以为多大的问题呢 原来是个小小的故事 他夫人的一个闺中密友 是个老处女 夫人同情他的未婚处境 说想满足一下 他应当会有的性可求 就主动让位 让他们两个发生了性关系 这当然是十分隐私的事 他说这件事一直放不下 从没交代过 现在向组织坦白 认识到不该这么乱搞 我一听这算什么事啊 我很诚恳的对他说 这件事咱俩就到此为止了 别再跟这个那个的讲 别再跟这个讲 跟那个讲 没意思 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也是因为他那张破嘴爱说 有钱客 怕影响摘帽子 什么事呢 说来有趣 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的照片 在人民日报上登了 毛站在布托左边 手上夹着烟卷 张启尧拿着报纸 嘿哟 你们看 伟大领袖也抽双鱼和蜜蜂啊 有人问 你怎么知道 他说 你看他手上的烟卷不冒烟 说完 微微一笑 还做了个怪样子 好 上哪里去找如此可以狠批狠斗的政治材料 有人汇报了 上纲为侮辱伟大领袖 反革命 这个反革命事件留给人的印象很深 不冒烟 分明是句俏皮话 若却换了顶政治帽子 文革以后清理阶级队伍 他给轰回金华原籍了 再以后摘了帽子 弄到金华中学教书 我那时正在北京垂扬柳二中 交语文 通贵信 这都反映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 人人自危自保 惦记着怎么才能过关争取得到人的地位 从隐私都要交代 又可以知道 这个极权政府对于人的思想的控制 已经严密到了何等程度 你问有没有业余文化生活 只记得在清凉冻时搞个两次周末舞会 此外没有 只是在1963年摘帽以后 劳动之余可以不再搞批斗会 因而有了一点点所谓业余时间可以练着太极拳 或者看点报刊杂志 当右派时看书 人家会问 你想干什么 还想走资本主义 白砖道路吗 还想复辟吗 要挨批斗的 当然 劳改的时间一长 毕竟忍不住 想方设法藏了几本书 我不是老想学点英文吗 就拿了几本英文版小说 没事的时候试着翻译 买了个小手电筒 冬天用被子把头一蒙 借着微光看那么几行过把语 俄罗斯小说兴作者的名字 忘了翻译过几行 因为得查字写 动静太大 就自动歇息了 至于专业书下放前 就当作废纸处理了 当时对国家的前途 和个人的命运 都没抱希望 混日子吧 一度希望学学养猪 觉得工序简单 也不需要太重的体力 想劳改结束后 以死为生 挣钱抚育孩子 可是运气不好 始终没让我干养猪的活 连这么一丁点希望都落空了 就跟我进看守所之后 希望能够拿到资质通鉴和新概念英语 如果时间很长的话 把通鉴好好读一读 现在我又在读资质通鉴了 把资质通鉴读一读 将来能不能写些历史小故事 像林汉达那个样子 当然没有林老那么博学 但至少也可以成一家之言 在写历史故事的时候 在读资质通鉴的时候 能够加上自己的感受 谁想到一年半就出来了 那么现在通鉴读的 也不如那个时候想象那么好 如果人一直观着 肯定就读的很好了 还有两三一 还有一段时间 这个还没有读完 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 在释放一小皮战犯的同时 也开恩给右派摘帽 但人数极少 整个法院系统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贺升高 他没得说 第二个是起义将领秦志 这个老兄用一个例子 就可以说明 他的思想改造很有成效 改造的好 他常在会上 主要是批判会上 当着那么多人讲 通过下放劳动 理解了什么叫 无产阶级专政 他举例说 张明山 就是我们的带队干部 张明山同志 只是说窗户只是黑的 那一定是黑的 说这个煤球是白的 我们就一定要认识到 这个煤球是白的 因为它是代表着 无产阶级对我们实行专政 我们必须服从 他说 现在提高的觉悟 懂得了 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他的例子绝妙 这位北京大学法律系高材生 他可不是玩笑话 为了表示忠诚 说这种话时 还会哭丧着脸儿 挤挤滴泪 大多数没改造好的人 几乎各个目瞪口呆 俯首无语 而那些监督右派改造的下方干部 对于这样的忠诚的视为至宝 稍加修整 上报机关党委那样的 只听好话的官僚机构 不给他摘帽 给谁摘 此后一年摘一批 到1963年已经该第五批了 那时高级法院院长换为吕戴 吕工50年代反右前 是公安局二处八科科长 专门负责侦办反革命案子 因此我俩当年工作上接触较多 估计对我的印象还可以 听人说 他专门问人师处 张思枝的帽子怎么还不能摘 要是没什么问题 就给人家摘了吧 这样就这么着 那年把我给宽大了 要不是履带 我预测我的帽子还是摘不掉 因为我不仅劳动上不出色 对下方干部的态度也不够忠诚 那当然会被认为 街机立场有问题 思想反动 摘帽以后 稍微有了点自由 比如说可以进城了 可以去镇上喝点小酒了 他还是要继续劳动 不过强度可以轻一点 想干就多干 不想干就少干点 干部嘛 据说干部是公仆 但这类公仆是专管主子的 别的事可以不干 1966年文革爆发 我看要闹事 不想掺和 借口养病 就回家了 我还真有点先见之明 在整个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 南口农场很快就成了重点单位 闹得欢 那时有一类人 叫反动学生 我记得王学泰先生 写监狱所记和江湖社会的 王学泰先生 反右的时候是高中生 他呢 就是反动学生 因为他说过呢 一亩地达好几万斤粮食 200斤装一麻袋 那么一亩地等于666平方米 150平方丈 是吧 200斤的麻袋 他用数学算数好 他加减乘除一算 可能呢 要把这个一亩地全铺满 这个麻袋又落好几米高 他说 别的他都相信 打几万斤粮食也相信 但是非常担心这个接杆 能不能把几百斤粮食撑起来 于是他成了反动学生 当然呢 也还有别的反动的地方 他的书呢 叫监狱所记 大家可以找来读一读 妙聚恒生 让人这个 这个 非常难过 那时有一类人 叫反动学生 57年反右时 毛立了一条政策 中学生 不化右派 但对其中 有重大政治问题的 命名为反动学生 实际上跟右派一样 文化打革命一闹 这批人首先起来造反 闹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三分场 是二分场 头头叫丁闯 你一听就能明白 这是个新改的名字 只是一时搞不清楚 他怎么个闯法 往哪里闯 二分场的人来三分场串联 三分场的职工 把本场当权派揪出来之后 就瞄上了下方干部 因为下方干部中有过去的当权派 被造反派呼为下了台的走资派 要坚决揪出批斗 跟着就贴大字报 揭发他们的问题 这些下了台的走资派 也是蠢 也不是吃干饭的 立即组织大字报反击 双方就斗起来了 法院系统一批摘了帽子的人 认为革命形势大好 蠢蠢欲动 陈建国串联了几个人 成立战斗队 命名为捍卫十六条 他们说得把张思枝 喊回来一块干 陈于是来找我 说伟大领袖 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你居然在家里待着 躺在床上养病 这不行 希望你回去 那个时候伟大领袖多神圣啊 他用伟大领袖来压我 我就跟着回来了 成了汉卫十六条的骨干 与下台走资派联合起来 同场里的造反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大字报上打起了派上 那个时候还没有武斗 各派大字报 大都带有乱炮胡发的意味 学生中主力战斗队 后来调整策略 把矛头集中在四个人头上 称之为 耿 孙 杨 田集团 耿 孙 杨三个人 在南口原来就挺有名 后来又加了个田 及国民三厂党委书记老田 资个佬也能干 还有点口才 因为好色 工厂里的年轻女工 被她睡了几十个 终于败露 农场职工通过外调 掌握这些情况就下了狠手 隔天一份大字报 无限善刚 我出主意说 咱们也从反动学生中 找四个造反派头上 对准狠批经研究 提出了一个 曾 隋 刘 灵集团 这个灵跟田一样 是硬揽上去的 纯粹为了相对等 一起用事 随着事态的发展 下方干部内部也分成两派 一派反耿孙杨田 一派保耿孙杨田 两派也是越打眼越红 心越野 话越狠 而且是越打越低俗 越无聊 有一次 对方的大字报上 写了句口号 打倒刘少奇 耿方贴大字报的人心粗 把那个打字压住了一半 对方有个秀才 马忠心 一眼看出 认为这一下抓住了要害 反对打倒刘少奇 证明的 证明的的确确是刘的同伙 想搞成反革命事件 军宣队也煞有介事 来人查看 我看了看墙上大字报 墙上大字板 那个打倒的打字 只被压上了一半 成了钉倒 我说钉比打还下力 还狠 分量更重 这就叫纠正了你们的温情 争论 于是告结 你看这是红色斗争吗 政治斗争吗 纯属胡闹 然而他似乎又从一个小小的侧面 给了那场大革命投了个影 可供后人玩味 多少次革命运动 多少件害人的蠢事 1968年底 军宣队奉毛主席之命进场之佐 是文化革命的一个转折 派来三分场的军代表 是个连长 有天夜里 他把我叫去 说我们研究了材料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表现 属于现行反革命活动 很危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否则后果自负 我一听就火了 这么大一个农场 派个小连长 二话不说 就把人定为反革命 这算什么事 我唬着脸 给了他一句 你把我打成反革命 算你本事大 我认倒霉 打不成 算你小子无能 结果呢 第二天九点钟 全场职工召开大会 军代表上台宣布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思枝 揪出来 哈哈 你不是说我无能吗 你看有没有能 那个时候只要一个口号 一个会 现行反革命就当上了 说实话 当初叫板时 还真没估计到一个破连长 威力这么大 开完批斗会 回到生产队 把我关进了一间小屋子 下方干部中有位王桌长 爱说笑话 不免油嘴滑舌 他说 他现在一个人住间小屋 得有个名称啊 众人都说你起吧 他说 人家有个二流堂 咱们这儿叫复辟堂 岂不甚好 众人都说好 后来陈建国和耿孙杨田 也进来了 一共八个人 我成了复辟堂堂主 其实 这位王老兄 跟我私交还挺好 他起名复辟堂 纯粹为了宣扬自己有幽默感 复智慧 本无恶意 然而 试涉复辟 麻烦了 正好让对立面做文章 我们在复辟堂里 整整关了一个月 才放出来 这一个月 我们八个人 改由农场造反叛 及曾隋留灵的部下 监督劳动 他们对我们这些 对立面当然挺狠 可是万万没料到 我并没有吃大骨头 这些小青年 挖了我的历史 还加了一些想象 于是就想从我身上 弄点掌顾 意识 一上宫 就会说 张思枝 留下 交代问题 其实是同我闲扯 瞎聊 一度弄得他们七个人 还有人怀疑 我是否干了什么 盼卖够当 我因为借此可以躲开那些繁重的 有点残酷的体力劳动 也乐得应付这几个小东西 遗憾的是 这段好景太短了 再往后就完全是打派仗了 双方的情绪都够不上竹烂糕 闹不出新花样 无非是浪费纸张 拖到1972年 军宣队换人 派了个王营长来 态度 做法 跟前一批 大不一样 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吧 这位王代表 把我找去说 这批下方干部 属你在北京 待的时间长 外边的关系最多 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利用你的关系 把这批人分配出去 分配到其他单位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生产基地撤销了 几十号人老这么着 老婆这么待着也不是个办法 再说这批人里头学有专长的 发挥点作用不是很好吗 他建议我在教育口找找看 因为教育口可能比别的部门接收顺当些 我说教育口我有熟人 但得讲清楚 我自己不去 你想去哪儿进工厂 他说 外面的情况你不了解 我老婆就是工厂的 像你这种戴着摘帽右派的身份 到厂子会受歧视的 日子会很难过 我说 跟文化 跟知识 打交道的单位 我是再也不去了 他说 这样吧 你先努把力 解决几个 别的事慢慢在意 事有凑巧 实习中 党委书记正好碰上我 说需要人 我讲了军代表的态度 告诉他 档案在生产基地那儿 你自己去挑 还真给面子 他一下挑走了三个 不久 巴里庄中学又挑走了几个 风声就露出去了 吹阳柳二中的校长冯氏 原是老公安想调我去 我说 交不了书 没这个经验 冯说马上就要开学了 初三语文 历史没人教 毕业班 开不了课是大事 帮个忙 救救急 行不行 先戒掉一个月 娇娇看 实在不行 快回来 讲到这种程度了 我说 好吧 我去一个月 我哪能料到 好人也有他的 鬼点子啊 我前脚走 他后脚 就把我的档案拿过去了 等到一个月 我要回去 他说 对不起 档案已经掉了 工资在我们这发了 木已成舟 还怎么改 试这一个月 自我感觉 好像还能对付 于是认了 这么着 我就到了 垂扬柳二中 这一段呢 这个下 该读完了 还有几行 下放劳动 改造15年 吃苦 受辱 尊严尽失 我不怨天 不由人 这是一两代 大陆知识分子的 大劫难 难记个人之师 只是丢掉了 整整15年 大好时光 而且是从30岁到45岁的人生精华岁月 我对这一层至今耿耿于怀 不能释然 然而作为幸存者 似乎还有责任 历尽棉薄 见史至今 足踏实地 让后来者都不再遭逢这样的 非人的15年 时光真如非事 而今两个15年过去 我在狂澜中挣扎着 翻腾着 以莫知将随主流流向何方 祭祷何时 我都乏力 这个是张思智先生的 第九章 劳动改造十五春的下半部分 有几个注释 我看看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涉及到背景 我给大家读一下 用不了多久 几分钟 一个是张伯军 注释三 著名民主人士 农工党主席 民盟中央副主席 中共建国参与组建政府 任交通部长 1957年被毛泽东 钦定为张罗联盟首脑 坏右派 1979年 中共决定右派问题改正 邓小平坚持留下张罗不改 含冤去世 应该是在大概是1968年 或者67年去世的 这是张伯军 还有呢 这个 第六 关于这个毛主席 西安那个 当年对西安的人发烟票 一般工作人员 每人每月十张 可买十包香烟 十包中只有一两包 烧好些的 如大前门 红西包 之类 价格偏高 其余几包 是在北京地区 就是密封 双鱼排的劣质烟 每包分别是八分九分钱 这种烟用火柴经常点不着 当然也不冒烟 有次我拨开一看 里面哪有烟液 基本上是巨沫 造假之风 由来已久 而且往往始于国企 我从此戒烟至今 这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 伟大领袖1949年以后抽的烟 从来属于特制 烟票对他们 当然也是不适用的 用官话说 这叫特供 特虚 那就是老头子是在 这个劳改期间 他就戒烟了 大概是1970年前后 我当时问过他 我说你抽过烟吗 他说抽过 后来戒了 戒好几十年了 第七个注释呢 叫二流堂 就是最后一条了 1943年 下眼从华南前线 撤到重庆 文化名人唐瑜 出资在临江户 为他修建了一处住宅 落成后 成为重庆左翼文化人士 聚会场所 周恩来 郭沫若经常去参加活动 那时边区正大眼兄妹开荒 剧中有个人物 终日无所事事 四处游荡 被呼为二溜子 有次 郭沫若开玩笑说 这旅称为二流堂 岂不甚妙 大家欣然采纳 疯传数几十年 不料在反右文革中 都作为政治问题 对二流堂分子 大家批斗 1967年12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题为粉碎中国的 裴朵斐俱乐部 二流堂 由势成为颠覆中共政权的 反革命组织 对其中重点人物的批判 也随之升级 吴祖光 悲愤之余 写诗 为儿 告他儿子 既一儿孙 借玩笑 一生误我 二流堂 欲姬 欺楚 这是注释 读完了 二流堂分子呢 其实 这个有黄苗子 有玉丰 这是夫妻两个 然后呢 有这个 还有谁啊 完总之是 画家 艺术家 作家 当时呢 在二流堂里面 还有吴祖光这些人 大家可以读一读 李辉先生 所写的若干著作 他写了当时 很多知识分子 这个右派知识分子的 遭遇 对二流堂的这些老人 是吧 他呢 联络非常多 作者叫李辉 我读了他几本书 读了他几本书 李辉呢 也是 有一年 这个文怀沙事件 他呢 揭露文怀沙的年龄 和他的学问造假 这样的一些事情 因为文怀沙 他长须然然 是吧 会中医 这个给老干部开春药 就是因为给人开春药 然后呢 他被送去牢教 然后牢教的过程中间出来 还是要让他给领导人开春药 这个聂干弩 在这个聂干弩行事档案中间 也说过 这个文怀沙的问题 这一段先讲到这 看起来时间长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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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